最近美国的一名妈妈带着孩子到动物园玩 身穿横条衣服的小男孩 引起了龙中狮子的强烈兴趣 隔着玻璃对这个猎物张牙舞爪 显得十分的凶狠 但是小男孩和在一旁拍摄的妈妈 倒显得相当的淡定 穿着黑白条纹装的小男头 完全没发现自己成了狮子眼中最美味的斑马午餐 还一脸呆呆的坐在动物园的玻璃前 让一旁的妈妈笑完了腰 只见隔着一道安全玻璃 狮子一下伸出前脚拍打 一下又张大了嘴 做事要摇宝宝的头 妈妈你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吗 这个大胆妈果然伸出个大胆儿子 在旁人鼓噪下 这个十三个月大的小男童 终于转头看了狮子几眼 没想到小男童一脸镇定 而且辛苦的狮子啊 到头来只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动物园的防护措施 还真的不是盖的